灣區 本州溫度暫脫嚴寒 弱勢風暴即將到來 灣區十月最初兩個星期 出現了寒冬的現象 三藩市市區的溫度 自從12月4日起 就一直低於華視60度 而北灣有幾天 更加是跌至冰點 不過全國氣象局指出 由今個星期二開始到週末 晚間最低的溫度到下午最高的溫度 預料會較上星期高5至10度 而兩個弱勢的風暴分別會在 星期二和星期四到達 但是估計不會帶來很多雨量 乾雨大部分都會在北灣 不過會有雲層跟隨 新聞網站SFG引述氣象局發言人表示 雲層會令晚間的溫度較暖和 它指出北灣的山谷地區 在過去幾晚跌至冰點甚至更低 星期二晚的夜間最低溫度 將會回升到35至45度之間 較之前高了10度左右 嚴岸晚間最低溫度 預料會有45度以上 這個星期 灣區下午的溫度估計會在55度以上 到了星期五可能會高過60度 氣象局發言人又認為 聖誕節的溫度可能會是整個星期最暖的一天 估計在假期的週末 溫度價平均高出10度 三藩市星期二的最高溫度 預測將會是57度 星期三58度 星期四59度 星期六和星期日就會上升到64度 長期的天氣預測推算模式 到了12月28日會有機會下雨 不過目前它預測太多的細節 都是言之過早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